今时财经 点时成金 大家好 我是王峰 来看今天的财经重点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会见了 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呼吁要全方位的看待和发展 中德双美关系 中国首季度的GDP按年增长了5.3% 超过预期 中文关系人将会关注的是 第二季度中国需要靠什么来进行发力 日元对美元跌破了154关口 刷新了34年的低位 分析支持出或许会再下跌10% 德国总理舒尔茨 从本月的14号到16号 对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在结束对于重庆和上海的行政之后 已经转抵北京 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德国总理舒尔茨 习近平表示 巩固和发展中德双边关系的意义 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 对于亚欧大陆 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 要解决这些问题 离不开大国的合作 中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巩固和发展中投关系的意义 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 我们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 全方位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牢牢把握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 这一共识 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同时表示 十年来中德关系始终稳健发展 只要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交流互建 合作共赢 中德关系必将会继续行稳致远 欢迎总理先生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到访中国 很高兴再次会面 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 十年来尽管国际形势 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中德关系始终稳健发展 双方通过线上线下 各种方式保持高级难沟通 各领域合作不断巩固和深化 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动力 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交流互建 合作共赢 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是深度互欠的 两国市场高度依存 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 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 开创未来的机遇 中国出口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伏产品等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 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 双方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坚持于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 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的看待产能问题 多探讨合作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复得发展提供公平 透明开放非歧视的缓影商务环境 舒尔茨在会中也表示非常高兴 自从2022年11月访华之后 两国政府进行过多次的沟通交流 说两国经济的重要议题 是要持续进行探讨的 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问题 一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一些意见交换 周先生对于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的行程 你有哪些观察 应该说他这次访华的行程 恢复到了2019年以前 德国总理访华的安排 以前的德国总理你看看来 他一般都不先去北京 去上海广州重庆成都 转一圈之后再到北京 这次他是三天行程 但是很紧凑又非常轻松 重庆一天在街上看见他 上海在大学校园里面也在街上看见他 今天他还是在钓鱼台那边散步了一下和中国的领导人 为什么他会显得比较轻松 就是他挡住了一些压力 美国给他的压力 欧盟冯德莱恩给他的压力 还有德国内部绿党那几个人给他的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德国经济不是很好 就造成了像右翼的选择党这样的崛起 但是对舒尔茨来说 他要顺应德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动力和压力 这个时候就看到和中国的合作和发展 是有助于德国企业的转型和升级的 大家就说了 为什么德国也要转型升级 他当然需要了 因为德国的企业原来它是重化工业建厂 它依赖的是俄罗斯廉价稳定的能源 现在没有了 没有之后你去靠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虽然可以保证供暖和发电 但问题是他比战前高了三分之二的价格 这个价格他就不能再作为工业原料用了 长期他的电力也是高的 所以怎么办 就得考虑 一方面就是怎么样重构德国工业的基础 另外方面还要面向未来 这个绿色产品 所以这次双方它其实在双方的企业共同合作 发展新的在全球有影响的绿色产品 包括电动车 包括电动车的电池 还有其他的清洁产品 都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还是很广泛的一些前景 据来看一下内地的国民经济 在今年第一季度也是延续了回升向好的态势 一季度GDP增长了5.3% 这是一个同比数字 高于市场的预期 这也符合政府工作报当中所提出的增长5%左右的目标 而且也创下了三个季度以来最高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盛来运也表示 这个数据很多人觉得比预期要高 他解读表示第一是符合实际的 从核算的角度来看 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工业回升和服务业向好 共同带动的 第二增长5.3%是有支撑的 第三就是食物量指标的增长情况 和GDP的相增长是匹配的 盛来运表示 下一步会继续加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的同时 也会进一步的关注经济发展不平衡性 尤其是要关注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当然也媒体关注到的是CPI数据 同比已经是连续两个月为正 但是三月份的涨幅是有明显回落 只是轻微上升了0.1% 这个表现是低于外界预期的 那盛令员表示 从未来走势来看 认为GDP会在低位缓慢回升 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向好 总需求在回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面因素 另外部分农产品价格也到了价格调整的一个拐点 还有假日经济可能会对于旅游相关的一些价格 会出现回暖的情况 总的判断就是价格有望 在低位温和回升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数字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首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9万6000亿元人民币 按不变价格计算 按年增长5.3% 为三个季度来最高水平 按季则增长1.6% 三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 而首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则增长6.1% 分产品干 充电桩 3D打印设备和电子元件产品产量 在第一季都录得大约四成的增幅 三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按年增长3.1% 一季度增幅则为4.7% 首季商品零售增长4% 餐饮收入则增长10.8%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良好 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有较快增长 全国网上零售额按年增长12.4% 当中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1.6%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3% 第一季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增长4.5% 比去年全年加快1.5个百分点 当中高技术产业投资按年增长11.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较为显著 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 三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则为5.2% 按年和按月都下降0.1个百分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近期内有多家机构都是上调了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 像摩根士丹利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刑自强 和他的团队就将2024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是从过去的4.2%上调到了4.8% 那么2025年的实际GDP的增长预期 则是从4.0%上调到了4.5% 他们认为超预期的部分 主要是来自于出口量的超预期 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闪辉和团队也上修了 中国2024年一季度 以及全年的实际GDP增长预测 全年预测值从前值的4.8% 调整为5.0% 但是维持2025年全年增长4.2%的看法 另外摩根资管团队 对于新兴市场股市感到乐观 尤其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依然是可靠的长期投资基点 只是说现在还是在信心方面存在问题 中央可以透过像发行货币 以及将地方债务转为中央债务的方式 去刺激投资者减少过剩的储蓄 对于这些经济数据 我们继续请朱文汇先生做一个点的分析 怎么来看一季度的表现 另外第二季度该怎么发力 林克说一季度5.3 比很多研究团队的预期都要高 一般的预期是在5以下 现在是到了5.3 当然有没有支撑度 统计局的胜来运是专门有了解释 它用了一系列指标反复核对 特别是它是和用电量货物运输量 还有我们旅游就是服务业方面的出行 是相吻合的 当然因为这个比较强劲的数据 看到刚才很多这个外资的研究团队都调高了 今年全年的中国经济 他们的预测 还有明年的预测 但是呢第二季度应该说还是有挑战的 第一季度是开门红 第二季度为什么会挑战 你可以看一下 1、2月份相对我们的数据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比较高 去年的1、2月份是这个疫情防控放开之后 那基本上又赶上这个春节 所以那个时候的经济活跃度是比较低的 其实到了3月份活跃度比较高 所以今年的3月份和去年同期相比 它就比预期的数据要低一些 包括出口用美元计也是一个负的 为什么是负的 就是去年其实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出口都变富了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出口是表现比较强劲 有个双位数的增长 所以把去年的基数做一个平衡之后来看 中国1、2月份和3月份有一个前高后低 所以到了4月份5月份 我们怎么样用内需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经济比较好的 这个势头是下一步 我觉得政策发力的重点 像这个清明假期可以看的比较明显 就是它的无论是出游的总人数 还是人均的消费都超过了疫情前 所以五一这几天的长假也是很关键的 怎么样各地做好出现新的旅游热点现象 去年有资博年底还有汉尔滨 那么今年会不会涌现更多的 大家觉得性价比很好 而且愿意花钱的地方 也是对于地方政府一个很好的考验 通过一些假日去找一些新的一个内需的增长点 据来看一下在房地产领域 内地前三个月看到的是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降幅 是有所扩大 但是销售情况比前两个月来说是略有好转的 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圣来韵表示 这些数据表明支持房地产稳定的政策效果 在持续显现要理性的看待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 那具体来看的话就说2024年的3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还有二手住宅的成交量比前期呢是有所上升 那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 环比降幅呢是略有收窄 同比降幅则是扩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字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一至三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2082亿元 按年下降9.5% 降幅较一至二月时稍有扩大 住宅投资下降超过10% 期内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9.4% 销售额下降27.6% 相比一至二月跌幅都有所收窄 房屋新开工面积降幅达到27.8% 其中住宅面积下降28.7% 房企到位资金跌幅继续扩大至26% 当中国内贷款的降幅接近一成 另外路透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测算出三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指数 按年下跌2.2% 创下2015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按月跌幅则与前两个月持平 同样为0.3% 具体来看 三月份楼价按月上涨的城市数量较2月时有所增加 下跌的数量有所减少 不过按年来看 楼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减少 但下跌的城市数量增加 四大一线城市的新房售价 按月跌幅收窄到0.1% 只有上海的楼价 按年和按月都保持上升 北京楼价则是按年上升按月持平 而广州和深圳的楼价按年跌幅达到5.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针对这些数据呢 盛林院也特别提到 这些销售指标在一季度降幅扩大 是有去年基数的一个影响 好 我们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人民币和日元的货价 人民币在案方面是收报在了7.2396 比上一交易日是下跌了11点 而日元对美元则是来到了154.5的一个水平 这也是连续多个交易日 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 那分析认为呢 由于日本央行不愿意大幅的加息 日元将会继续下跌 甚至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在目前这个基础之上 再下滑10%跌到自从上市以80年来以来最低的水平 那今年以来呢 日元对美元的货价已经是累计跌幅超过了8% 那过去呢 市场一直把152日元 视为是日本央行进入干预的一个关键水平 但是迄今为止 没有看到日本央行有明确的干预迹象 那各方预期干预的防线会不会是在155 当然分析师指出 与其说目前是日元贬值 不如说是由美元升值所主导的 因为除了日元之外 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也是贬值 呈现出了美元独自走强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美国强劲的一些经济数据 让美国降息的预期有所倒退 再加上欧洲最早会在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增大 而在金价和油价方面 国际金价在上周五在破顶之后倒跌 那现货金价呢 在周一是回升了1.17% 纽约期间也是回升了0.65% 而国际油价则是先扬后措 那么市场也在关注这个情况 认为说把黄金和日元作为投资组合对冲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在股市方面 看到说要受到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以及隔夜美股明显回调 亚太局股市在今天是基本上全线走跌 向护申三大指数低开之后持续的下行 午后虽然说有所拉升 但是缺乏动力 没有能够翻红作收 那护指收报在了3007点 下跌了50点 那申成指责收报在了9155点 那跌了214点 那香港股市呢 也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挫 那横指在低开了232点之后 震荡下行 五盘最多跌了391点 那中场依然是维持了超过300点跌幅 也失守了50天和100天平均线 横指收盘报16248点 跌了351点 而亚太局股市方面 日本股市下跌了接近2% 韩国首尔股市也是下跌了2.3% 那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下跌了1.8% 而台湾股市也是下跌了接近2.7% 而汇丰银行呢 近期发布报告啊 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投资者对于A股的悲观的情绪正在好转 预计呢港股也会受到提振 而认为港股的基本面正在改善 那汇丰将2024年底 恒生指数的目标点位设在了 19230点 这也预示从当前水平来看的话 还有15%的一个上升的空间 那么在新兴改善的一个基础之上 汇丰也列出了今年比较看好的 四个投资主题 分别是AI变现和成本优化 价值股重新估值 以及企业的出海 以及政策支持 有望会帮助国企表现超过预期 那另外像一些外资大行 也继续的去唱好股市前景 认为有五大因素会推动中资股反弹 像高盛就指出 这五大因素包括了 像政策方面的一些持续放宽 还有国家队入市 以及业绩表现大致符合预期 还有A股结构性产品 出现了空仓回补的情况 和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最近我们谈到特区政府 在大力的发力 希望能够去提振数字经济 其中像虚拟资产的一些管理业务 会是其中的新赛道 那最新的消息是 香港证券交易会委员会 也是紧贴国际市场步伐 首度允许虚拟资产现货交易所 交易基金ETF在港上市 批出了多支比特币和以太币的现货ETF 那证券业界还有虚拟资产业界 都认为在港股市场推出 虚拟货币的现货ETF 将会丰富香港投资产品市场 并将会提升金融集资能力 有望会吸引一些资金的入场 巩固香港金融中心 和虚拟资产中心的地位 那业界指出 香港是亚洲首个有同类产品的市场 更是全球首个允许 以太币现货ETF上市的市场 无论是对于港股 还是投资者来说都是正面的 而售户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今年1月中旬批准了 11支比特币现货ETF 那比特币已经是连涨了7个月 并且首次突破了7万3千美元 那近日虽然说受到中东局势影响 隔夜比特币一度是在15分钟之内 急卸了近4千美元 比特币在过去周末 也是从7万美元水平极度 低见了6万美元水平 但是现在是略为回升 到现在为止 就说已经比特币的回报率 依然是超过了55% 再来看一下电动车行业 那尽管说中国电动车 并没有在美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然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在对于中国电动车的政策上 是高度契合的 那其中包括了两位总统的候选人 拜登和塔朗普在加税方面 都有着惊人的一致 那拜登政府呢 已经考虑要提升 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可能会征收一些新的关税 在本周二周三听证会上会提供线索 而特朗普则呼吁 对于中国的电动车 要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并且呢 就中国在墨西哥的一些 汽车制造活动也发出了警告 那其实业界也是有类似呼声 像特斯拉之前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的时候 就在1月份警告 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的话 中国汽车的制造商 将会碾压竞争对手 那当然 特斯拉最新的消息是 经营 就说在过去的传言 慢慢的成为一个现实 那之前报道 特斯拉裁员 终于在4月15号外媒报道 在周一的时候 特斯拉就宣布要全球裁员超过10% 那各方预计 基于目前全球所拥有的员工 超过14万人 就是说这次裁员呢 将会涉及到最少1.4万人 主要是受到像裁员和业绩的双重影响 那特斯拉股价 也是出现了一个波动的情况 我们再回到演播室 主要是怎么来看 这个就是拜登政府 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以及特斯拉宣布的这个裁员的政策 这两者其实是有关联的 你看特斯拉 它在第一季度 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 都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就约着它卖不动了 卖不动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性价比和中国产的电动车 出现了明显的劣势 在美国那一边 现在的情况就是 它的电动车在美国市场也是卖不动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别家的 还是一个性价比太高 和燃油车相比 大家觉得开电动车不合算 加上它充电桩不够 还有这个长距离的续航能力等等 而中国这一边正在快速的突破这个瓶颈 像我前两天在这个老家那边 就是一款就是最畅销的10万到20万的入门级的这个电动车 它的续航能力是400公里 充上电充满电 因为在老家那边它这个电价是五毛五一度 43度电 就是20多块钱 然后去了下边的县里边 跑了多少公里呢 因为走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你过110以后 它那个电用电量刷就上来了 有时候跑了120多 但是它是基本上一个来回就完成260公里左右 所以是非常好用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说用油的话得花多少油钱 它对环境的破坏油是多少 就是40 大概是花了40度电 就把这一圈就跑完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电动车已经在突破这个瓶颈 就是首先它的性价比超过燃油车 然后第二就是在中国这一边 我发现如果是想去充电很方便 因为很多家里边都装了充电桩 加油站也有 它充电桩是它有公司去装 可能装一个成本是2万块钱 但是它可以向外面来给其他的车来充电 充电它 比如说它的电可能是五毛多钱拿来的一度 它可以卖一块钱 可以卖九毛钱 是取决于自己家所处的位置 和大家对它的这个认可 需求 对 所以如果说以后有储能产品的话 它可能早一点把那个电给储下来 在这个低谷的时候 那个电价储下来 然后再或者用太阳能把它给储下来 所以整个电动车的基础设施在中国正在快速的建起来 慢慢的这个中国它可能在电动车南方就开始普及 因为北方它有寒冷的天气 但是我自己发现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是电动车比较少 所以下一步如何供好农村就是一个很关键 如果说中国做成了 那现在在美国那边考虑的很多事情可能又会翻过来 所以现在就是从特朗普到拜登都非常担心中国的电动车杀到美国来 现在其实已经开始进去了 加了7.5%的关税 中国的车还是比它一辆车便宜5000美元 而且不拿补贴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特朗普他用了一个叫做血流成河 是在形容美国的这个汽车市场 所以但放开中国的劲了 而拜登呢 他3690亿美元的抗通战法案 也是清洁能源法案 补的核心也是这一点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说你不用中国的零部件 不用中国的电池 那美国的车的价格永远是高高在上 它达不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瓶颈 达不到之后就没有办法普及 没有办法普及呢 整个基础设施同步的充电桩什么就跟不上 所以这是台信念面的巨大问题 好 谢谢周恩人给你们分析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金石财经 我是王无峰 我们再会